大家好 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被称为汉学 这里头有一个最高荣誉叫丁龙讲座教授 这丁龙不是大学者 而是一个身世悲惨的美国华工 那一个华工怎么可能有如此殊荣 他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今天咱就聊聊这些 丁龙是一个被卖猪崽到美国的华工 一开始也是在修铁路 后来因为机缘巧合 开始跟着一个美国人给人做家谱 这位美国人叫卡彭蒂埃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淘金热那会儿卡彭蒂埃前往加州发了财 创办银行公司 甚至建立了一座城镇 军政商三届都有涉及 在当时的加州和美国都是排的上号的大亨 丁龙给他们家当仆人 待遇不会差 至少比修铁路的同胞就好多了 卡彭蒂埃这个人终身未婚 性格也非常的孤僻 脾气特别火爆 有一次喝醉了酒之后 胜怒之下对家仆们是大打出手 扬言把他们都给赶跑 很多仆人早就对主人就很不满 如今一看这个机会就纷纷的坐鸟胜散 第二天卡彭蒂埃酒醒之后 发现诺大宅子里边空空如也 胡人就剩了丁龙一个人 就非常后悔 然后他就问丁龙 你怎么没跑 丁龙说我记得孔夫子教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一番话下来 这卡彭蒂埃非常的诧异 你原来是个读书人 你怎么懂得这么高深的道理 丁龙说您老人家误会了 我不是读书人 这就是我爹教导我的 卡彭蒂埃又说 那你父亲是读书人咯 丁龙说也不是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祖训 卡彭蒂埃非常好奇 就开始跟着丁龙一点一点 去了解中国的文化 而他和丁龙的关系 也就由主谱就变成了朋友 1889年卡彭蒂埃回纽约 丁龙也第一次出现在 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当中 当时他的身份呢还是华人帮庸 到了1900年 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卡彭蒂埃的伙伴 即使跟卡彭蒂埃关系升级 丁龙呢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仆人本分 尽职尽责的照顾着卡彭蒂埃 1901年呢卡彭蒂埃就问丁龙 说这个你跟我这么多年了 你想要什么报酬 丁龙说我就希望在美国的知名大学 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了解中国 丁龙这么说呀当然非常高尚 而且呢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时的美国本土排华浪潮日益严重 华人们在美国随时都可能有性命危险 再加上义和团给西方留下的恶劣印象 中国人呢在西方的形象算是跌进了谷底 这个时候丁龙如此提议 对提升华人形象当然非常必要 丁龙提议之后卡彭蒂埃立刻就照办了 在当时呢像他这样的社会名流 通过捐赠回馈社会是很正常的事 如今丁龙提出这个要求 他当然全力支持 卡彭蒂埃就选择了自己的母校 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捐赠对象 一出手就是十万美刀 这在当时啊是一笔巨款 相当于现在一个多亿 丁龙呢也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总共是一万两千刀跟着卡彭蒂埃这么多年 这笔钱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 丁龙一下子都捐了出来 卡彭蒂埃给当时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 赛斯洛就写了一封信 说明了捐款的意图 而且呢提了个要求 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 并且呢要以丁龙的名字办荣誉讲座 赛斯洛一开始是非常犹豫 社会上这么排华这么搞肯定要被口诛笔伐 看出校长的犹豫之后 卡彭蒂埃就又写了封信过去 亲自解释为什么要给这个讲座命名为丁龙 他写道呢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 在天性和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 在性格上他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 看到卡彭蒂埃那么坚定 赛斯校长指的照办 还没完啊 这个卡彭蒂埃还写公开信 呼吁美国社会改变对华人的看法 他说我不为藏库落后的中国制度辩护 但制度是制度 中国人是无辜的 我们得去了解他们 并希望他们可以摆脱这样的制度 这样的信件在美国引起了社会大讨论 很多报刊的争相转赛 当然了哥伦比亚大学开了个以华公命名的讲座 这更是被当做新鲜事 被全世界媒体争相报道 消息呢甚至都传到了大清国 当时的思义太后急于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 听闻此事立刻捐赠五千多本图书 李鸿章的家人和大清驻美公使武亭芳也有捐赠 就这样呢 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院就建立起来了 丁龙讲座呢也顺利开办 从此之后 丁龙讲座教授被视为汉学界的最高荣誉 许多民国时候的大学问家 比如胡适啊 钱穆啊 都去聆听过丁龙讲座 严瞅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如此成功 其他西方大学也纷纷跟进 设立汉学系 尽管丁龙讲座如此成功 但丁龙本人却没有因此在美国荣誉等身 在当时呢 美国的排华浪潮愈发的汹涌 丁龙这样的华工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获得美国的居留权 卡帮迪爱多方奔走 也不能让政府修改法案 1905年清政府和美国政府 续签了限制华工进入美国的条约 这让丁龙心灰意冷 于是呢 在1906年买船票回到了中国 自此养无音信 他后来在中国过得如何 哪一年去世的 都只能留给后人猜测了 而作为丁龙的朋友 卡帮迪爱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改变美国主流社会 对华人的偏见 并且呢 一直在给中国捐赠 直到去世 他向丁龙基金会捐款超过了30万美元 不仅如此呢 他也捐赠中国本土的教育 1916年 卡帮迪爱自敢时日无多 于是立下了最后的遗嘱 向广州岭南学校医学院 捐款25000美元 用来购置房屋 后来这栋买下的大楼 被命名为卡帮迪爱堂 几经周折之后 如今作为岭南大学女生第一临时宿舍 建筑至今尚存 丁龙的故事啊 的确是一个悲剧 但正如卡帮迪爱所说 他出身低微 却性格高贵 虽然丁龙自己没有可能看到 美国废除排华法案的那一天 但是要没有他 华人在西方的境遇 可能还要走不少的弯路 所以啊 丁龙当之无愧 可以算是改变历史的小人物 好了 关于丁龙的故事啊 咱们今次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